我先请教社长 今天是中秋节 那整个2021年的全球经济 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是来自北京 首先第一个是美国大选之前 蚂蚁金服这个史上最大的金融IPO案叫停 然后紧接着而来过去两三个月 我们发现这个北京政府一方面控管 这个网路相关的集团 然后补教行业 然后电玩 然后到明星都要整肃 有没有逃税 有没有洗钱 或者有没有劣迹 那整个中国内部的整数 事实上造成了今年以来 全球的金融市场当中 表现最弱的就是港股 那入股的表现也相对疲弱 你怎么观察 这个可能是全球政治经济当中 一个很大的转折跟变局 这个中国的黑天鹅我最早讲 我讲的时候 大家都不太相信 后来你看到在毛泽东的去世的纪念日前后 天安门广场就跑的就挥了一只黑天鹅 所以你这个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所以果然现在是黑天鹅 我们把这个整个事件稍微还原一下 也就是说其实蚂蚁的这个 在上市前一天喊停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动作了 换句话说 你把蚂蚁上市叫下来之后 大概阿里的腿就断了一条了 断了一条腿以后 阿里从此以后就开始 不断的在股价往下跌 第二个高峰大概就到6月30号 滴滴打车 一上市马上就调查 所以这一调查以后 其实它的股价原来14块美元定价 第一天冲到18.02 但是现在最惨掉到7块多 那你如果说你这个 你看DD上市喊停以后 他没有喊停是 他接受调查要把APP要叫出来 后面就是数据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从蚂蚁一直到DD 再来就开始对反垄断了 这个反垄断开始打到马云 所以马云从那个之后 其实他一直就外界传闻就很多了 然后到腾讯开始接受调查 那阿里跟腾讯其实都是中国两家 最具代表性的公司 突然之间他们被打了一大棒以后 开始联手以后开始就 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开始对补教行业的累杀 我讲累杀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 这个补教行业突然之间 就变成非盈利失业 那你非盈利失业 你从新东方 好未来 有道 这个等等啊 股价都跌九成以上 所以在这个杀戮当中 你可以看到最近开始一大堆补习班 开始连锁性的倒闭 那这一块几乎就没有了 没有 其实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 我常在讲 新东方最大股东是新加坡的GIC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如果你现在算一算 他最终扫掉投资损失100亿美元以上 新加坡政府都不敢坑一声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其实株廉甚广 也就是说你突然数千亿美元的市值的资金 突然之间从空气中就增发了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然后再推进之后呢 就叫共同富裕的 共同富裕其实它这个是一个 累积很久的最后总爆发 这个总爆发其实 未来影响会非常大 我们大概可以把这段时间的演变 稍微来看一下 就是说 刚刚你也讲了 包括对演艺人员的这种 一连算的这个 坚必轻野的动作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就是说 从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让少数人富起来 这个少数人富起来 经过三四十年以后 有些人已经富到女巫娃想象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那个所有的环节都盘根错节 错种复杂 比方说马云爱唱歌 爱唱歌 他这个演句圈 非常的熟悉 然后非常熟悉 你看他把那个许如荫 如果云知道 他改成其实云知道 然后他唱作契家 那中间你看赵薇 黄友荣两夫妻 跟马云所有的投资 都息息相关了 然后再往外扩散 中国所有占到钱的人 如果仔细清查 每一个人都有女朋友 那个钱都藏在这个里头 那个是盘根错节的 错种复杂的关系 所以这次华荣的奈小民一页 不是枪币吗 这个奈小民一枪币才发现 他家常的十七亿多 人民币的现钞 然后勤负一百多个 这个就是你在中国有钱以后 开始有人买华国的酒庄 然后他炒高艺术品 你看到马云跟郑凡志 两个去画那个地球 那幅画在香港 拍了四千两百万港币 然后郑凡志那一幅 最后的晚餐 也是两亿五千万港币 这个画价这么高 当然后面有人 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从往外去看 买欧洲的足球场 足球队 那个也是很可怕的 包括蔡崇信的这个 南网的篮球队 就是说中国把那个赚到的钱 撒到全世界去 好 这个时候 那一些巨富 累积很长时间的财富 这个对习近平来讲 他觉得 还有一个红二代的勾结都很深 那他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的 他对网路新贵的创造财富的 这个速度跟模式 他一定非常觉得不以为然 所以从一次分配 二次分配到现在叫做第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叫共同均富 那共同富裕的这个架构里面 他当然要你把原来赚的钱 要吐出来 这个是中国给全世界出一道题目 那这个题目现在看起来 将来类似像摩根史丹利这种 你不断的在调高 调高中国权重的 那些华尔街的机构 还有对中国情有赌重的 比方说应该桥水的达利尔瑞 那这个中国有 美国有一大堆华尔街 像JP摩根 他们是靠中国的这个市场 在赚钱的 像贝斯贝莱德都是靠中国赚钱的 这一次索罗斯干脆指名 贝莱德要讲清楚 就是说你这一次他是在贝莱德 是中国发给贝莱德一张执照 是公募基金第一张 他这次募了68亿人民币 所以索罗斯就公开批评他 他说你现在等于帮助中国 残害人类 这个帽子架构是很大的 他说未来的世界是集权独裁 跟民主自由体制的斗争 那这个时候他说美国等于为辅作仓 所以他逼得贝莱德也要出面澄清 那这个时候在美国社会 其实慢慢可以看到 美国的社会现在跟台湾的社会 也同样形成一个 亲中跟反中两个不同的阵营 那你要知道 美国华尔街其实一直以来 因为他蚕食中国利益很久了 所以在华尔街里面是最亲中的 你可以看到川普在贸易战的时候 其实华尔街的那些老板 跟川普都唱反调 而且大家都说中国的好 那这个时候慢慢开始有人会觉得 中国到底可不可以投资 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Cashwood的 那个ARK的那个拟股神 他一先解码 那现在再评估 他到底可不可以投资 这个情况我想对台湾未来的社会 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现在你刚才讲到香港的股市 我们刚才看到现在 中国的板块都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 深圳跟上海 最近其实都上新高 就是说A股 他门关起来给中国人自己玩的 他其实没有受影响 但是门开在外面 给国际上大家一起玩的 那就很惨了 那最惨当然是香港的国企 然后香港的恒生 最近很惨 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外资 包括日资 包括韩系的大厂 他们从三星以外 一直都开始撤出中国的生产基地 那资金外逃 台商回流的这样一个规模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台商回流大概991家 回台投资的金额是 一兆3390几亿 增加就位创造就位 大概11万多人 所以如果这个架构来看 就是说这个世界 开始会呈现一个 跟过去几年以来 完全不一样的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 当然一定跟中国有关 所以这一只黑天鹅 到底会让中国 呈现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这是我们未来在研究投资当中 一个最大课题跟变数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社长 刚刚讲到中国经济的 这一个改革开放以来 确实是奔驰了三四十年 确实也到了一个转折跟凝界点 我们最近以今年的局势来讲 我看到网路上微博 po了很多画面 这个恒大最近有很多受害者 包含他的员工 买了自己家的理财产品 然后套牢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变现 然后有类似挤兑风暴 那整个中国经济奔驰了 三四十年之后 他本身就有他内部的 单纯经济问题 然后呢 中南海内部也有政治的结构的问题 那刚刚明老师就点到了说 这一连串的动作 既是对内的暂时经济的备战 也预备着一旦天下为中 或者这个中国跟全球化 或者跟美国的脱钩不断的拉大的话 那习近平事实上很明显的 也要掌握这一个 所有的政治跟经济的资源 那你怎么观察 这一个局势的改变 以及局势的改变 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金融 跟新的经济的影响 这个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在讲 中国再往下走 很可能会面临台湾的 90年代所发生的叫做台湾病 什么叫台湾病呢 就是说在一个经济体 不断的奔驰的过程 它一定会爆发 涨成非常多的经济的泡泡 这种泡泡一定会爆掉 要调整 你可以看到1980年代 日本当年 日本的经济的奔驰 日经最高到38957年 就日本在1989年 90年开始 日本泡沫吹破以后 它调整了30年 这个调整30年 你可以知道 说我当年吹气球吹出来的 最后都回到原点 台湾在90年代 其实我们跟日本泡沫经济吹破了 你知道90年代 我对台湾最悲观 所以大家不太相信 我在90年代股票 一万两千多点的时候 我说台湾蹲下去 一吨吨30年 台湾会非常惨 90年代比我讲会倒的公司 大概后来都倒了 所以他们对我不太谅解 那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 台湾的像房地产的大亨 台湾那段时间倒很多家 那他们到银行去借钱 借钱开始大力的杠杆扩张了 然后最后房地产奔跌下去了 你的奔跌以后 那时候房地产上市公司一大堆 股价跌下去之后 它的数值变很小 但是它的债务越来越膨大 那膨胀以后 现在在中国 现在最有代表性就是恒大 恒大 恒大我在两年前期 我就讲恒大非常危险 但是它到现在终于爆了 你就知道今天恒大股价剩3.3澳 3.3澳它从32.5 掉到3.3澳 大概跌到剩10% 这个跌到10% 恒大系有四家上市公司 一家是恒大地产 一个叫恒大物业 恒大物业从19块7毛4 掉到今天是4.62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跌得很惨的 是恒大汽车 恒大汽车从72块4毛5 掉下来最低掉到4块7毛多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叫恒腾网路 它是17.8 掉到2.71 你把四家公司来看 第一个恒大的债务是非常惊人的 其他三家你暂时不要算 也就是你只要看恒大就可以了 恒大我看到财务报表到今年的上半年为止 它总共负债是2.36兆人民币 所以外面讲说3千多亿美金 大概是这样来的 那2.36兆人民币现在恒大股价掉到这里 剩下460亿左右港币 你想一想 我的负债快两兆 两兆多 但是呢 股票的价值剩400多亿港币 我把股票卖光也都不足以还债 现在这四家公司 其实都已经剩下残值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你说要不要救 救也没有用啊 为什么 现在你只是在中国 在经济在奔驰的时候 大家很自然就会到银行去搬钱 搬钱以后就开始天理散发 开始大搞特搞 搞到时候不行的时候就丢给政府了 所以现在恒大也就走这个路 华融 华融更传审 华融负债是一兆7300亿人民币 去年一次把那个奈小明 那个日内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一类亏损 去年华融负债亏1,029亿人民币 所以这个这两家公司 现在你如果把它加起来 2.36再加1.73兆 那已经快四兆人民币了 这个四兆人民币 大概占中国整体上市公司的债务 大概将近5%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的负债杠杠 这两家公司基本上是没有存在的价值 那现在中国一定会救啊 但救了以后你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现在回想一下台湾在90年代所爆发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泡沫 全中国基本上这种泡沫到处都是啊 所以这两天其实大家回头 在观察潘石屹的收货中国 收货中国原来是要卖黑石 卖30亿美元 那这个时候中国出来阻挡要立案调查 立案调查 我看这两天开始报了 为什么 这个收货中国在13号那一天 股价跌了47% 那14号呢 他又跌20几% 股价从4块7他已经掉到2块1了 然后大家现在一看潘石屹跑到哪里去了 他在美国看网球比赛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不然大家以为他留在中国 他现在留在美国了 儿子在美国 他儿子现在被通弃 如果以这个情况来看 一家一家现在能跑了他就跑 跑了以后他再也不会回去 所以这个就是说 开始慢慢你会去清查 中国有哪些地产大亨 现在搞的一屁股烂债 那个债呢 留在中国 所以现在 收货中国有事了 下一个大家一定会回头看平安 平安曾经在中国是最有影响力的 这个保险公司 平安的股价呢 从98块半 现在大概掉了剩50 那这个几乎腰斩 那为什么平安现在公布上半年他赚108亿人民币 那后来他发现 单单他为了华夏幸福这个案子 他上半年贪提掉30万亿美元的坏账 那他身上也背了非常多的过去的不良资产了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中国开始会清理在过去 非常腐烂的非常不当的 各式各样的泡沫 这种泡沫 树面八方会引爆 所以这个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看什么地方有地雷 这种地雷到处都是 所以两三年前我在看 香港股市就有这个状况 为什么 香港那些停牌的 有上面写红字的 那个公司我看三四十家 这种公司一旦停牌之后 他再也活不起来 那这个就是说一旦有人闹跑 然后掏空以后 那就不了了之 所以在台湾你们慢慢可以发现 从中国来台湾挂牌 第一上次叫KY 第二上次叫TDR 那个都是地雷一大堆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中国往后他要面对一个 比较严谨的治理的清理 那到底要怎么才能聊 我相信中国经济往下调整修正难免 所以我这两三年 其实我在讲中国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最近慢慢开始有一些共鸣 那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一个快速奔驰 如果以中国的角度来讲 他等于用跑把米速度 这样狂奔四十年 这个时候他一定要休息的 那你要休息的时候 你速度会晃慢 那晃慢以后他已经习惯 那种快速奔驰了 那这个晃慢一定就开始会有 时速坠落的危机 第二个就是说 原来中国的正向 它变负向 刚刚明老师在讲 也就是说你看90年代 我们站在黄埔江边 看着中国的未来 他那个时候对台商是非常友善的 你知道我90年代去大陆像杨洪海定 看到我都叫老师 你知道 然后那个当时上海财大跟复旦的校长 他们不断的鼓励我要去念博士班 那我没有太多时间 我没练 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90年代大陆对台商是非常友善的 现在非常不友善 两岸关系非常不好 台商当然会跑 那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华尔街本来是对中国最友善的 现在经过这个回合 我相信他们对中国 一开始会打问号 所以全世界的钱 原来源源不绝的 一直往中国跑 股票市场还在做这个动作 但是现在开始浮现问号的 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这个对中国的 重新再评价会是未来世界的显示 那中国因为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 那他很多刚刚讲到的案例 事实上都在香港挂牌 香港在这里也扮演着一个资金的 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角色跟这一个位置 但是社长刚刚讲到的这一些 事实上我们观察 华尔街渐渐分成两派 反中派跟轻中派可能彼此针锋相对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股票市场其实最残酷现实 那今天港股表现最差 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事实 那紧接着而来是各式各样的地雷 刚刚社长讲到 不管是恒大 不管是华融 都可能带来新的金融的债务 跟金融的泡沫的清理 那我请教社长 就你的观察 台湾在中国跟香港的曝险跟风险 我们怎么观察 在台湾其实那个曝险部位是很复杂的 刚刚讲到的是保险公司 可能买了很多阿里巴巴腾讯的股票 这是一个 然后台湾当然也有人发 中国相关的ETF ETF它就建了相关的全职股的部位 然后比方说恒大的公司债 台湾事实上也有很多债券的基金 那它主要投资亚洲的新兴债 或者全球新兴债 或者名字叫做XX高收益债券 但是这一类就买了很多 类似恒大的美元债 所以到底我们总共会有多少的曝险部位 我们会受到多少的影响 这个也很难算 现在还没有完整公布 其实我也曾经跟金管会的 黄天幕主委反映过 也就是说 现在跟中国的曝险的金额 应该要重新算 要算一下 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一个 未来的潜在的不确定因素 一个市场你看现在全世界股市 其实美国跟欧洲都在创新高 美国没有创新高 倒穹它也在新高点附近 全世界现在最弱的大概国际股 国际股已经离连线很远了 香港恒生也跌跌不休 所以我在去年从 李志英先生被关起来的时候 我就在讲 我说香港完了 也就是说香港过去这一百年来 它其实是国际资金的避风港 香港没有主权 但香港有法治跟自由 所以很多钱会宁可 在香港 那是大家对香港的信心 这两天我看有人穿FB视频给我 他说有一个人 你看他说在一百多年前 香港是一个遗村 现在被国际金融中心 他说现在有一个人 大概花两年的时间 又把金融中心打回遗村 这个就是香港 这个是很鲜明的 所以你看香港原来前一阵子 他要通过反外国制裁法 对不对 他还要喊停 为什么 他这个法律如果通过的话 外国人赶快就散了 这个时候影响就大了 你就知道 中国的强大 从90年代到现在 他对外国的人跟钱 他是近越远来 所以你知道有一段时间 我们要到大陆任何一个城市 你会觉得很快乐 很轻松 而且中国的海关通关很快 你要大陆到各个城市去玩 你觉得很好玩 现在后来很多人 我现在问很多朋友 现在大陆很多人不敢去 中国的本地就不敢去 现在连香港也不太敢去 这个就变成说 香港原来的自由度 他没有了 没有以后 这个麻烦了 为什么 我看前一阵子 香港在讨论一个 香港电台的记者 他说他念一个稿子 2018年好像市长选举的 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 他说全国1800个投开票所 明天正式投票 这个本来就很中性 他说台湾不是国家 为什么念全国 他说这下子要立案调查 连这个小事都会有事的时候 那你就是这个麻烦了 所以就是说 现在如果你从中国在这些年当中 中国的经济的强大 你从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 是一个启蒙阶段 但是到1990以后 江泽民上来到胡锦涛的20年 中国经济的奔驰 最重要的是 他是走资本主义的路线 他是全世界最极端的资本主义的路线 中国在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你看台湾的 我们最常在讲台湾 他说台湾的年轻人都没有狼性 我说中国的钱是别人的钱 台湾投资都自己的钱 所以自己的钱盈亏自负 我说怎么可能会有狼性 他一定将本求利 只有玩别人的钱 他才有狼性 这两年你再也没听说 有人讲中国有狼性 这个就是 中国经济在奔驰以后 其实他现在应该要缩练了 缩练现在慢慢问题就来了 我看一个最简单的数字 你看到中国的八月的PPI 就生产者物价指数9.5% 但是CPI0.8% 这个情况告诉我们 这个跟剪刀剪刀 这个PPI就不要剪刀开口 这个PPI是9.5% CPI0.8% 代表什么意思呢 生产者中间的生产原料上涨 但是在终端的消费者物价 他根本找不起来 这个开口过大以后 就代表你潜在问题大了 为什么 当美国开始在散风点火 在开始营造通膨的时候 中国没有办法销售 那个将来会假使很多制造业 所以在这个浪潮当中 第一个最最终端的制造业 他没有办法吸纳环用成本 再加上现在很多的外资 开始在关工厂 这个关工厂大家跑的时候 他一定会创造非常大的失业的浪潮 整个基本面的改变 这才是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核心的考验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现在看他的GDP 他的增速在下降 但出口还算畅旺 如果在出口这一端 再有事的话 那问题就慢慢就浮现了 所以我想 如果你从恒大这样的一个个案 除了恒大以外 我相信连万科这些 碧桂园 到Sofor中国 甚至保利 我相信这一年串的 隐藏在房地产背后的问题 我看慢慢都会逐一浮现